我来给大家读下这个日记吧 从毕业开始读 陶晓玉 2015年的9月1日 别人家的小孩 爸妈每次提到他们就火力全开 学习好语术外正史 递当课代表不得了 我永远不如别人家的小孩 2017年4月4日 学习越来越难了 即便我努力努力再努力 都还是急不了阁 妈妈每天都要以泪洗面 看着她哭我也好难过 我真的真的好 希望自己可以变聪明 越聪明越好 就能把所有的第一名都拿到 那样爸爸就可以 不会再怪妈妈了 妈妈就会开心了 2017年的5月16号 今天是小生书考试 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失去了意识 醒来的时候不仅卷子做完了 还考了第一名 爸爸很开心 决定给我改名叫陶小宝 小宝是爸妈的宝贝啊 是我做梦动脚成为的人 可我知道小宝并不是我 永远都不会是我 2018年7月3号 我真的是多余的人啊 妈妈不想看到我 爸爸更是已经忘记了 有小宇这个儿子 我果然是这个家多余的 因为他们只喜欢学习好的那种 对 2020年的2月1号 今天收到妈妈的新年礼物了 这是妈妈第一次送我礼物 我兴奋地打开 课里面却塞满了刀 还贴着这个便利贴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份礼物 我会好好收下的 贴了什么便利贴 给他读上 求求你走吧 你不是我儿子 你看这个上面写的是陶小玉 陶小玉 都是100分 之前不及格的都是陶小玉 这考这个试的时候 突然失去了意识 考的试的人是小玉 对 然后终于给他改名了 叫陶小玉 其实他分裂出的那个人格不是他了 就是他自己原来的那个人格 已经被杀掉了 就是他不是分裂出一个学习好的人格吗 对 但其实学习不好的才是他 然后他妈就想留住那学习好的 把他真正的养了十几年的孩子 那个真正的人格给杀掉了 没错 浑身鸡皮疙瘩起来 只有小玉知道自己是主人格 但是大家都认为 学学好才是最好的孩子 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称之为好孩子 所以就会认为小玉 这个存活了15年的主人格 他是一个分裂出来的 一个爱玩的 一个不正确的人格 然后到最后把他消杀掉 2020年4月5日 我决定去医院治疗放弃我这个主人格了 但弟弟不想去医院 无奈之下我只有对他说 我要杀了他这种狠话 最后弟弟终于答应了 我离开这个家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室 这个我是主人格 对 这个是小玉 这个小玉就是我 2020年的6月14日 治疗的过程在我的配合下很快就会结束的 想到马上就要离开这个家 我的心好痛 但是用我的痛去换全家的幸福 值得 那么从此以后如你所愿 家里就只会有一个聪明的儿子 讨笑宝了 被彻底消除以后 我会乖乖地待在这个秘密花园里 永远不去打扰你们的生活 来这里的密码 你们永远都不会猜到的吧 因为303520就是妈妈 我爱你的意思 妈妈 那我就是横过来吧 MOM 妈妈我爱你 他为什么会选择舍弃掉自我这个人格 然后去成就妈妈爸爸想要的那个孩子 是因为他更爱他的母亲 对 他很心疼他的母亲 所以他宁愿牺牲掉自己 然后想要成为妈妈眼中那个 好的孩子 小玉之所以愿意配合自己的人格被消杀 就是因为他爱他的母亲 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去爱自己的母亲 我虽然知道我才是真正这具身体的宿主 但是你们既然喜欢那样的我 那我就把我之前的我就让他死掉吧 是一个挺大义里然的一个